上午7点多台中市政府追加的 一千箱安心祝福包 堆上货车志工亲自送达 市民反应非常好 因为除了有吃的之外 还有心灵上的一些书籍 包括禁思雨 前一天临时接到追加通知 假日要找50位志工帮忙打包 本来以为人不好找 没想到来了85个人 我们早上来做福田 我就顺便过来做爱心包 尽我们自己一分力量 我自己在洗身子可以感受得到 而且他们在里面没办法自由出来 希望我们上年给那个爱 73岁李必兰因为感同身受来帮忙 还有的以身作则带孩子植福田 安心祝福包 有食物 营养品 小调室和书籍 但这次还有隐藏版的小礼物 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多了这本禁思雨 给居家简历的人 他们可以透过读这个禁思雨 更容易减少这个恐慌 然后增加安定的力量 平安力量集合众人之力 也一起打包入乡 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大家新闻中部综合报道